中文字幕志愿者 根据估计在汽油补贴中 受贿的高收入群体 占了总额的35% 中等收入群体则是达到41% 低收入群体为24% 如果政府决定实施 针对性燃油补贴机制 就可以节省170亿令吉的开销 无论如何阿莫马斯坦说 政府将继续通过相关机构 如关税局 海市执法机构 以及警方联手监督 汽油和柴油的走私活动 目前我国的RUN95汽油 售价为美公升2令吉五仙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